上午最新的消息来关心的是 国务机要飞案在今天再度开庭 那么包括了马永辰林德逊在今天 会跟前主记长也就是许章瑶来进行对职 现场目前最新的情况如何 我们请邱昀如来为我们掌握 点下地案间上午呢 针对股交备的部分再度开庭 那么今天是传唤了马永辰以及林德逊 那么由于在上次开庭的时候 两个人还是坚称不认罪 将这个责任推给了陈正慧 因此呢今天洽首逊是安排了两个人 和前主记长许章瑶来对职 那么今天听讯一开始的时候 委任律师李胜称呢 就为了要证明这个股交费 是不是具有特别费的逊职 来询问这个主记长 那么主记长是表示呢 总统府呢在民国38年开始呢 就有这个股交费 那么虽然呢到现在呢 这个股交费呢 这个科目呢是不断的变更 不过呢虽然科目变更了 但内容都还是一样的 都是用在奖励啊 或者是慰问犒赏等等的 因此呢股物交费呢 是具有特别费 机密费以及机要费的综合性质 只不过呢李胜称为了要证明 这个股交费具有特别费的性质呢 是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 将近有七八个问题呢 都在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让这个检察官呢 是提出不断提出异议 那么甚至有诱导问话的这个嫌疑 那么最后呢让这个审判长呢 蔡首逊呢也就是略显不耐烦 这么跟这个李胜称来表示说 律师啊你直接呢问问题呢 问重点就好了 不要太冗长的问话 那么目前呢 庭讯呢还正在持续的当中哦 那如果最新消息呢 将持续为您插播报导 将镜头交往给彭音主播